你本來是針風師嘛 那你現在把針風師刪掉了嗎 沒有了 那你是不是有改成 設置法務部的一個針風處 沒有 你沒有 連針風處也沒有 連鎮署裡面有一個科 就是只有在連鎮署裡面設一個針風科 就來處理以前的法務部 法務部針風師的一個相關的業務 那第一個我請教你 香港的連鎮署 他的人力 他是做好人 香港的連鎮署的人力有一千多人 那我們你設置現在只有什麼 有四百人 你四百人 你本來是 那現在變成才兩百多人嘛 對不對 是到底人家一千人 你兩百多人 到底你能力夠不夠 人家是一千多人 那再來 那你在整個 我現在就整個體制的問題 你目前 你這個連鎮署 一署你在你的法務部 那將來他也是受檢察官指揮嘛 對 他是受檢察官指揮嘛 那你主要是要訴貪 你主要成立這次要訴貪喔 那我請教你 齁我們也發生過法官 也發生過檢察官有貪污 那他一署在你法務部的下面 那他到底他將來有沒有超然獨立的問題 這個這個沒有問題 你怎麼會沒有問題呢 你現在看你現在看聯絡委會了 我去調那個老委會的那個官方的網站 行政院老委會的網站 香港的連鎮公署 他這個網站他都講了喔 他裡面組織的任務的第二條 他說連鎮公署的連鎮專員 不義署任何政府部門 他直接向總督負責 齁以確保公署的獨立性 這最重要喔他是怎樣 他一定要向總督負責 那他才能夠獨立啊 那假如說他接受你的指揮 講難聽點也許部長都貪污啊 那他還受你管 受你那個 他超然獨立在哪裡 齁那再來 因為你你你你你設置連鎮署的組織 你第一條是說他執行要緩灘 要黃灘 要速灘嘛 那你目前 你目前 我們在查這個 查這個貪污案件的單位 有警察 有檢察官 有調查局 那你現在在設置這個連鎮署 那將來到底檢察官要分還分給誰 比較分給誰 第一個 那你因為調查局來講他有績效的問題喔 他在辦案他有績效的問題喔 那以後設置 連鎮署以後 那調查局的業務是不是被衝擊掉呢? 那檢察官他有婚案權跟移送權 那檢察官他案子要派給誰? 那張文你怎麼去劃婚呢? 張文怎麼劃婚? 跟委員報告 那個先講 林鄭署設在法務部底下跟 香港的林鄭公署直接歸總督 不一樣 那個 他強調的他說 具有一種獨立性辦案 但是我們國內的檢察官 他在辦案的時候 他有相當的獨立性 不是說檢察長或是部長可以要求他怎麼辦? 他就聽喔 我們國內的檢察官 絕對 他的案件 偵辦的時候不接受 上面的 施壓 他具有相當的獨立性 所以這方面雖然設在法務部底下 並不影響他獨立的辦案 那至於案件 他到底要給誰 雖然說司法調查機關很多調查局有 警察機關也有 甚至海巡署 等等 那些都有 但是 那個 檢察官 就是說在林鄭署裡面的住屬檢察官 他的案件來源 是 林鄭署底下的政風單位 他 他機關營業部有 違法貪賭的 情資 他送上來 那送上來以後 將來就是有檢察官直接在辦了 他不會再分次數給別的單位了 別的單位就是說 調查局 他自己 人家跟他檢舉 或者他的外情促戰 他發檢案件 他們還是留著自己辦 不知道現在是這樣 現在我跟你講 你檢察官 你是指揮 廉政官 將來就所謂的廉政官 那你是指揮這個廉政官在辦案 那麼這個檢察官也是一屬你法務部 對不對 那檢察官也是一屬法務部 那你部長的話對於這個檢察官 你有行政監督權嗎 沒有 行政監督權 但是案件沒有 對 你有行政監督權嘛 是 那我們講的 你要訴貪嘛 那請問 假如這個檢察官 或者是說他這個廉政官 假如不 接受 任何 你的上司 他的上司 去摸頭 去試好的話 他真的很難升遷啦 講講 講白就是 就是這樣 他就很難升遷啦 那 甚至比較好的不接受 摸頭的就被釣到花蓮 你調到邊緣地區去啦 不會不會 就不要在那邊去去啦 那你應該就是要讓他一個很操 他直接 向最高掌控 譬如說 香港設說他直接向總督報告 他應該是直接向總統報告 他要一個很操然獨立的地位 而不是你現在 我搞不懂 你現在他還是接受檢察官指揮辦案 那檢察官目前 他已經他可以指揮的單位裡面 有 有哪些 他有警察 他有什麼 他有調查局 可以去接受他的一個指揮 已經 我們目前 你在調查這個貪圖事項 的機關 已經有警察 有檢察官 有調查局 那你設置聯制署 你就是等於 分案而已呀 他把案件分給他們而已呀 對不對 那 那現在假如說好 你目前用這個三大的機構 你警察 你的檢察官 你的調查局 你這三大機構 來抓這個貪圖 都已經成效 不是很好了 照常你是要從根本 去解決 再加強你職責機關的一個訓練的一個過程 那你現在 縱使你要設廉政署可以 你設廉政署 照常他要超然獨立嘛 可是你還是 等於說 你三個部門 又增加一個部門而已呀 還是議署在你的整個這個體系裡面 那 我不知道成效在哪裡呀 我不知道你設這個 你為什麼跌床 是不是有跌床 架屋的 一個那個 你是多一個單位出來而已呀 以前是三個單位在辦貪污 貪毒 你現在多一個單位出來辦貪毒 都是同樣一屬檢察官 同樣一屬你法務部 那這樣會更好嗎 首先我要說明一下 就是說 檢察官 他不是聽話不聽話 因為 檢察官的升遷調動 我們有一個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 你那個 我不管你檢察官 我現在問你嘛 你現在抓貪污的 貪毒的 你有三個單位嘛 有警察 對不對 你有檢察官 有調查局 你現在是不是三個單位在那個 那就大家認為說 因為你這個三個單位 你的成效 不髒 你成效不髒嘛 所以大家來講說要涉聯認署嘛 那你涉聯認署還是在你法務部 又多出一個單位出來 那其實你原來 也有法官貪污的啊 收費的啊 檢察官也有收費的啊 那你 都是在同樣你法務部門 你只不過又多一個出出來而已啊 多一個叫做聯證署出來而已啊 這樣成效就會髒嗎 原來像 調查機關 警察機關 他們的案件 有他們案件的來源 那 聯證署 將來成立的話 他案件的來源跟他們不衝突 他是 是由政風機關 提供的 他也是檢察官來混亂吧 你混亂是不是還是檢察官混亂 不是不是這個意思 他們 像調查機關他們 案件來源 他們就自己在辦啊 警察機關 案件來源也是 警察機關自己在辦案 只是 辦了 最後他要 移送給 檢察官 在做最後階段的偵查 對 你移送檢察機關 移送給檢察官嘛 所以不是檢察官在混亂 不是 檢察官他直派嘛 他就他到底 案子他直派 案子到檢察官手上 我到底要指派 檢察局去辦呢 他的指派 聯證署去辦呢 現在檢察官沒有這個權利來指派 就是 調查局 他們發掘的 案件 他們自己在調查 他 報到 檢察官來 不是要檢察官 我現在 你先告訴我 你現在在抓貪汙的三個單位 現在又多一個單位 對 難道說 你法務部三個單位都沒辦法塑灘了 再多個連政署 同樣的在你的組織架構裡面 做的工作都一樣 都是塑灘 那這樣的話 你跌床架屋嘛 第二個你多一個 又沒有超然獨立 沒有藝術在其他單位 當然藝術在總統下面 也許是 也許有 憲法的問題 憲法的問題 那為什麼不把位界拉高 藝術在行政院上面呢 藝術在行政院的下面呢 因為你都是同樣你的部門 你原來就三個部門在辦了 都沒辦法 都沒有辦法去 你真正去宿灘結束 完成 你再多一個就有可能嗎 所以我跟 劉委員報告就是說 那個 我們檢察官呢 是 在連政署裡面 掀起辦案 他就可以 掌握到 案件的 直接證據 將來在辦的時候 會辦得 更為明確 那 他怎麼 我都搞不懂了 你現在又成立 我這樣講好 你現在的制度嘛 對 本來你在塑灘嘛 你主要是說要塑灘嘛 那你自己本身 你本身是已經 已經有調查局了嘛 你有檢察官嘛 你有警察嘛 你現在已經有了嘛 那就成效不佳嘛 那你有沒有想 為什麼成效不佳 理由在哪裡 第一個 為什麼成效不佳理由在哪裡 為什麼 檢察官還是貪污啊 法官也在收費啊 對不對 那 大家都看到 那你就是因為要解決這個問題 那你再成立 我又成立一個連政署 那都在你的下面 你能多一個處出來啊 那這個連政署又不操然獨立啊 他又接受檢察官指揮啊 跟調查局一樣也是接受檢察官指揮 不是不是不是 檢察官就直接派處在那個地方 就是檢察官直接在辦案 對啊 檢察官直接 檢察官就是要指揮 檢察官也是要配合調查局辦案嘛 那你現在檢察官是不是要配合連政署辦案 沒有沒有沒有 連政署的案件就是由派處的檢察官 就是由派處的檢察官嘛 對啊 他是辦案的主題 所以還是有檢察官 還是有檢察官啦 你還是派你的現在的檢察官去 去處在那邊嘛 因為他先期就在那個地方 他直接去掌握 犯罪的證據資料 時間不會偷解 馬上 扣住相關的證據資料 還是你那個體系的啊 那你今天 你還是在你的位階之下 他有什麼獨立可談 報告跟我說 我們檢察官班的 非常操然獨立啦 他不是在位階不是位階的問題啦 連檢察官 連法官都會貪污了 沒有錯 都會受惠了 那你這樣出來的話就可以保證他檢察官跟那個那個 都不會不會不會那個嗎 不會行為嗎 不會有那個嗎 還是接受他的一個指揮 我是覺得真的啦 要嘛你要設這個連政署 你位階就是要拉高 他就是要操然獨立 直接受 行政院來 指揮直接向行政院來負責 或是向總統負責 假如易署在你的 法務部之下 那真的是跌床嫁勿 多一個處出來 美其民多一個處 叫做連政署 那個檢察官那就是操然獨立 你設在總統底下 自在行政院長底下 跟自在法務部底下 完全一模一呀 所以起碼他的考基 他的考基 他的升遷 不受 你們這一些 這一些 這樣的一個層層的一個 一個耶穌 就好比說 現在很清楚嘛 我們都知道 我也不想指指明嘛 比較不聽話的 比較那個 都派到邊緣地區去啊 對不對 所以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 我是覺得啦 你連政署 我是覺得真的啦 我們今天要修一個組織喔 不是說忽言行事啊 不是說為了說 應大眾要求 要設個連政署 就好像說 你取個名字 弄個這樣子就可以了 這個是要 萬年 你要 流傳千秋萬事啊 那香港的連勝公署成功是成功在哪裡 他的超然獨立嘛 他直接向他總理負責嘛 他不受 他不受任何的一個 那個因為香港的制度上面 人員的配備也要夠嘛 你在香港多少人 他就配合一千多人 我們就有兩百人 所以你只是 我是覺得說啦 這個真的是急救張啦 我真的講你只要為了說要儘快 來達成你成立連政公署的一個目標 那你是把你法務部的組織 炸掉洞而已啊 所以 請 老委員相信我們 連政署成立之後我們一定會 拿出 具體的績效出來 給國人 看到 一定是你保證喔 一定會拿出 具體的績效出來喔 你假如說你 你今天假如說還有發生貪污的案件 還有發生 所以不敢保證 對 因為你的降低 新加坡他們還是有 沒有 你的貪污的案件一定要降低嘛 假如說你貪污案件沒有降低 還是維持或是或是在升高的話 那你要怎麼跟國人負責 因為我是覺得說一個東西的成立 我們要從常記憶 人家的好處人家的精髓 你要去學 連老委會 官方的網站喔 官方的網站就寫 香港連政公署是怎麼成立的 超然獨立直接向總督負責 我人家的精髓你沒有學到 就學到人家皮毛 那你人家是1000人的配備 你只有200人 你根本 實際上我們連政署本身是200人 但是他所屬的政風單位 還有2000多人 所以你真正 還是2000多人 真的假如說還是原來的舊的官僚體系 你說還有原來的政風市 那還是那一批人 我們制度上的要求會不一樣 還是那一批人的話 有必要再承認 只是說再取個名字叫做連政署而已啊 所以真的講這個要從常記憶啦 不要弄了就是為了 趕快就為了應復說成立個連政署 就隨隨便便趕快成立 那到底你的硬體設備如何 你的人手夠不夠 我是解說 你都假如真的是國家 要先是要訴他 不要1000人2000人 我們都要編制去 而且假如一定要跳脫 原來的那個舊的那個組織體系 活著你還是一般人一樣啊 跟機場 機場公司一樣啊 機場民航局改成機場公司 一個癌症病人 換個名字 他就會好嗎 不可能的 所以你要連根 你要讓一個很新的 獨立的 很超然獨立的 一個很新的體系出來 我們都是朝這個方向 你才有辦法去做 活著你還是原來的這一批救官僚 那有什麼意義 我們來的人都會再給 只是改個名字而已啊 那這樣的成立有什麼意義呢 給人要罵死而已啊 對不對 所以你是不是在這裡承諾 好我們今天講說立法院支持 讓你一署在你下面 連任署成立 你是不是可以保證說 貪圖的案件會下降 所以我們三個目標嘛 第一個降低貪圖的犯罪率 第二個提升貪圖案件的定罪率 你認為假如成立以後 你認為多久就有績效出現 你認為 多久會有績效出現 起碼要半年 起碼要半年喔 半年齁 那假如半年沒有績效出現呢 假如半年沒有績效出現呢 假如半年沒有績效出來呢 那我要負責任 你要負責任喔 因為我不想再講下面的那幾句話 你要負責任喔 因為真的講 一定要超然 假如沒有超然我們看著你的成效如何 好 謝謝